青春痘 因为在学校里面也被别人取笑 然后自己也辗转 买了不少的药品来涂抹 效果都不太理想 也看了很多医生 去了很多医院都不行 这位美女也是 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想自杀的程度了 所以很多女士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特别是自己对身体的调理以后 青春痘没那么严重了 所以青春痘多密集 真的不要自毁 千万不要动自杀的念头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人体就是这样的 你再难看 再吓人的脸 总归到了一定时间 你的内分泌调理好了 经过一定的药物的治疗之后 这张脸又会回来了 你看我的脸现在也没有青春痘的太大的痕迹 是吧 这位美女也是 她逐渐的消退 其实当初很多人都会觉得 都这么严重了 将来一定不能让人见到 或者说会留下很多的坑 痘印 现在也有很多产品 就是专门去治痘印的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经过一段时间调你 当然你说老了以后 就肯定没有青春痘了 所以一定不能去伤害自己的皮肤 不要采取过激的行为 那如果不那么严重的话 将来她一定会峰回路转 一定会像这张脸一样 干净漂亮 我们下期再见